台灣的動能 台灣的動能 我們台灣各項產業的動能 就是要靠外銷 外銷才是主題 這農產品是不能夠缺的 這個是代表一個最本土 我們處在熱帶水果的氣候邊緣這裡 所以我們的品質這方面的時候 有很多的國家都沒有辦法取代 如果我們以台灣出名的 優良的一個水果去打很多國家的知名度 進而帶動很多國家對台灣這樣的一個 產品的一個美味 包括它的安全性各方面 能夠更深一層的一個認知或者的肯定 那這個政策面就是正確 台灣的農產品出口是今年政府重點行銷項目 小農經濟出身的台灣農產正朝向精緻化努力 在全球競爭的洪流中 台灣的業者必須小心走為每一步 我們要推展這個外銷 要把這個農業要發分說 歸做外銷的是外銷 內銷的是內銷 你要固定的要把這個市場的通路 一定把握住 不能說今年因為我們的市場 我們這個島內啊 這個什麼盛產了以後再做外銷 要每年有個計畫 有多少數量做外銷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對於生產的這個 生產的計畫 就是生產計畫 要做產前的調查 每年要生產多少數量 要一起對我們的水果也好 蔬菜也好 不要說 今年大家說 這個什麼高麗菜行情很好 洋蔥行情很好 大家都做洋蔥 結果來年的話 數量就太多了 如果說你今天有 每個月有100噸的生產量 但是台灣只有消費20噸 30噸或50噸 那其他50噸或是80噸的量 你必須要選擇國際市場的一個消耗 那當然這個對於農民整個來講 它是有幫助的 因為確實已經幫他把這個產品 往國外推銷 他已經把量衝出來 他不會因為在台灣只有50 20噸的量 結果他正在100噸 結果供貨於求 結果他整個市場是崩盤的 如果說你是有達到這樣的調節作用 當然這個市場 這樣的一個國際市場的推幅 它是有實際的效力 如果台灣本身就100噸 已經有消耗100噸 那市場已經工具平衡 那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再去做國際市場的開發 那如果你把它當成 它就是一種所謂的一個帶走作用 你因為你有好的 像還有芒果 這樣很有特殊口味的 這樣的水果外交到國外 讓他們來認識台灣 還有更多好的東西 和他們來肯定台灣的產品 那這些帶走作用 這樣的一個價值 就會比你衍生出 對於農民本身的一個幫助 這樣的價值會更高 具有獨特性的產品 較容易在國際行銷上取得優勢 從台灣農產外銷上 我們可以看到 在整個食品外銷成員鏈上 台灣依舊還有許多問題 必須面對 你在台灣你有哪些是別人沒有的 你有哪些農產品 它可以如何加工成為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食品 這些東西必須要有很多的單位 大家坐下來 把這些東西發掘出來 別人沒有的 別人沒有的 老實說台灣的所謂的那種 生產製造業來講 其實我們比較缺乏的是研發的一塊 還有就是 會去思考 做屬於台灣自己的一個 產品的一些外包外觀 材料提供 甚至是工裝材料 因為其實我們在這方面 研發人才一直都很缺乏 因為畢竟 中小企業你要要求 他要去提供所謂的一些 研發的一些時間 然後金錢其實是有很難的 對 因為畢竟 是有受限於規模 他也就是資金的來源 你要台灣強力去注重 注重這一塊 其實是有困難的 再來就是我們談的就是包裝 如何去適當的包裝 很適當的包裝 能夠加強它的一個產品的一個價值 這三個部分都必須要去重視 結合起來 加加上政府對於國際市場 這樣的一個政策 開發的一個政策 這三個項目把它結合起來 台灣的食品業 它要做國際的話 它才會有重點 它才會有一個方向 它才能夠真正的 花開大步走出去 這是我們的一個看法 我想請看 你的衣服 最新議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